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丈夫的相貌也不会听到她的声音 接下来的挑战者有中华第一期的门 关键这个直角的好像大家一起掉头 而且中间的障碍全都是玻璃 钢筋人为自恰不及加油中国 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 是不可能变成可能 能力贵在积累 拼搏贵在坚持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挑战 不可能 为中国加油 为自己加油 让我们一起挑战 不可能 有请组织人 撒贝尼 钢店有为自强不息 欢迎各位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大型励志挑战节目 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 欢迎各位 挑战不可能是每一个平凡生命的极致追求 也是一直推动人类进步的一个力量 在并肩前行的道路上 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努力加油的挑战者 在中国人手中变不可能为可能 让我们一起为每一个 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中国人加油 向每一个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中国人致敬 海天蚝油一招定先 本节目由加一点 就好鲜好鲜的海天蚝油独家冠名播出 挑战成就未来 本节目由为祖国下一代 喝上好奶粉的俊乐宝奶粉特别呈现 本节目由海尔智慧家庭赞助播出 海尔智慧家庭挑战不可能家的新可能 在我们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 我们见证了好几次 突破脑力计算极限的挑战 那么今天这个挑战项目 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 比我们过去的脑力运算极限又有突破 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大家好 我叫吴美龄 来自吉林省延边州财政局 今年35岁 我11岁的时候被召入解放军诸信算队 是当年解放军诸信算队的第一批队员 我已经从租信算队推移16年了 这16年当中您还在保持着以前的训练 或者是接触着以前相关的这样一些租信算的项目吗 像之前在租算队的时候那样 集中的大量的系统的专业的训练就再也没有了 那我们的这种能力会衰减吗 我已经过了这个租信算领域提升的这个黄金期 而且我今天挑战的项目是双脑闪电算 什么叫双脑是什么意思 通常我们租信算的计算方法是 一把算盘在脑子里面计算 但是双脑就是得用两把算盘 同时计算两道不同的题目 同时要出两道题目给你 两道题目 然后你同时给我两个答案 是的 所以我们这样好吧 先给我们的挑战者设置一个让他热身的环节 可以 也就是说您必须先通过这一轮的测试 我们再进入正式的挑战 好的 那么这一轮我们给挑战者带来的热身测试 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双脑闪电心算最高水平 也就是20比两位数的加法 你这不是热身吗 热身上来就是世界上最高水平 目前中国的猪心算这个项目 在世界上中国就是梦之队 所以这是梦之队的大师姐 但是由于这里是挑战不可能 我们不是简单地出数字让它相加 我们可能在这上面还要增加一些干扰项 这个没问题吗 好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现场的挑战助理 为我们上道具 同时也有请我们的挑战者 戴上耳机和眼罩 稍事准备 资格挑战规则 评委随机输入20比两位数字 这20比两位数字将以黄色的形式 在充满干扰数字的大屏左右两侧依次闪现 每一笔数字仅在屏幕上停留0.24秒 挑战者需要分别计算左右两边黄色数字的总和 回答正确及挑战成功 接下来董卿评委您来给我们出题吧 在科学方面说我们人的两个脑 左边右边 他的双脑可以同时运用 这种人很少的同一个时间计算 那很困难 可以了 这十笔 我们找的这位评委数学一般 才有十笔 让他选20笔 他选了十笔说可以了 好 谢谢 谢谢董卿评委 20笔两位数已经选择完毕 并且输入我们的题库 进行数据处理 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助理 为挑战者摘下耳机和眼罩 好 您戴上眼镜以后 适应一下现场的光线 这个挑战非常难 我必须抛开所有的杂念 聚精会神一心一意 专注在我这个挑战上 我要在所有的干扰数字中 捕捉有效的数字 您准备好了 您就告诉我 我准备好了 好的 我宣布 资格挑战 现在开始 好了 主持人我已答题完毕 天哪 很多观众在问发生了什么 你们有多少观众看清了这当中的数字吗 没有 连我自己 您初题的都 初题的我都完全记不住了 刚才那个闪过的 我只好像看到了中间一两个 数字闪过的时候我还想去算一下 我有个问题 您平常用左手或者右手多 我写字是用右手 但是我自从练了这个 我就会强迫自己大脑是双脑 双脑的 你强迫大脑是双脑是什么意思 因为就是我已经练了很多年的 足细算 这个足心算 这个运算方式 或者是这些数字 已经融入到我的身体里面 就是我不管干什么 无论是我吃饭 唱歌 走路 我的脑子里都在计算 包括我正在跟你们说话 你在算什么呢 我实时更新 自己脑子里出数字 就比如现在这一刻的题目是 6387乘以5274 答案是33685038 我再会拿这个数字来除 除以5879 那你是不是很累吗 你的脑子 我不累 这是我的乐趣 这是在消耗啊 就像一台机器始终在运转一样啊 也许是的 可能是消耗 但是我只有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 我才能不知道我在计算 它有一部分是我们还没激活的 我们这个版本有点低 它那个部分已经把那一块激活了 所以它这块它的运作 就像我们现在一边在说着话 我可能脑海里也在想着话 李博士今天这个领带好漂亮 这些信息其实与我在跟您说话的同时出现 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接下来我们进入验证环节 我们有请挑战助理 逐一为我们揭开答案 五 第一个数字没问题 九 第二个数字正确 第三个也正确 其中一个数字正确 我们再来看 它必须两个数字完全正确才可以 五 五 哇 哎 一 最后一个数 最后一个数 挑战成功 对不起各位 我说错了 不是挑战成功 是测试成功 挑战还没开始 这样吧 我们先还是让我们的挑战者 稍事休息 给他戴上耳机和眼罩 我们现场进行正式挑战的准备 来 有请 这次李博士您来挑选题目 我来 20笔三位数 挑战规则 评委要随机输入三位数的20笔 在大屏左右两边分别依次闪现 每一笔数字在大屏上停留的时间 是0.24秒 在出现干扰数字的情况下 我们的挑战者要分别计算出 左右两边黄色有效数字的总和 计算正确 极为挑战成功 一共有两次机会 好 李博士已经选出了 20笔三位数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有请挑战助理 为挑战者摘掉耳机和眼罩 胡美玲 这一轮的挑战 我们在刚才的测试上进行了升级 其余的规则不变 只是数字从两位数变成了三位数 三位数的双脑障碍散电算 会比七位数的单级算更加的难 非常非常困难 怎么样 主持人 我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我宣布 吴美玲第一轮挑战开始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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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答题完毕 我这一次尝试了一下 我发现我只能眼睛盯着一边 我大概能认出这些数字 只能是认出 转瞬就忘掉了 短时间的机力太强了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它计算很快 连我挑的题目我看了 我只记得大概三个数字 它已经算完了 接下来我们还是来验证一下吧 有请挑战助理为我们验证答案 大家别小看20比三位数和20比两位数 这个难度我们问过专家 真的是几何级数的增长 我们来看大屏幕上出现的正确答案 是5212和7249 请挑战助理为我们揭开数字 第一个 5 5 5 哇 第二个 2 第三个数字 一 第四个数字 二 五美龄第一个数字计算完全正确 五千二百一十二 来看第二个数字 他距离挑战成功只有一半的路程 七 七 第二个数字 二 没问题 第三个数字 四 最后 三 二 一 解开 解开 标战成功 六学 六学 正好 一学 没想到这个挑战这么快就结束了 你怎么会想到 这个双脑 闪电计算 这个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所以当节目组邀请我 来做这项挑战的时候 我是拒绝的 因为这个双脑 障碍闪电心算 这个形式从来没有人做过 我在接受这个挑战的时候 我不知道成败 我只是不断地摸索 而且这个是双脑 两把算盘 我需要突破 以前所有的方法 就是这个两个算盘 是数着摆呢 左右摆呢 还是这样稍微斜一点呢 就是一直都在算 那最终请问是横着摆 还是竖着摆 还是斜着摆的 稍微拉开一点距离 左右上下摆的 而且我要中间 要控制一定的距离 我觉得好神奇 是我们祖先的这个算盘 特别神奇 真的太神奇了 但是这个我觉得 也是一个长期的 刻苦的训练得来的 你练了多少年 我是从六岁开始 学的助心算 从那开始 我就是刻苦训练 所有的注意力 都是集中在这个 助心算学习上面 唯有努力 唯有勤奋 在助心算这个领域上 极少数的孩子 是天赋一柄 可以称得上天赋 如果想要这个领域 有所突破 有所提高 在国内外 拿到奖项的话 唯有努力 别无选择 只有一心一意 那这个对你现在的工作 有很大的帮助吗 做财务工作的话 一直每天都会跟数据打交道 但是我的桌面上 从来不会有计算器 因为我算的比计算器快 而且计算器的数位 没有我脑子里的数位大 而且计算器可能按错 我不会算错 在今天的挑战结束之后 我仍然不会放弃 继续上脑心算 往后更大位数 更快地挑战 今天再往上上 就是四位数 四位数 答案是十位数的话 相当于单一预算的九位数 这个目前是 没有任何选手 能做到九位数的散电心算 就目前世界上 没有人能成功尝试 中国就是最强的 中国的选手说不行 那就是不行 我喜欢这句话 我很欣赏 刚才美玲说的一句话 没有什么天赋秉义 唯有刻苦和努力 才能达到今天的高度 你给了我们一个启发 就是人生如果是一道题 解开它的唯一方法 也就是尽全力 很感谢你在我们今天现场 完成的这一项 不可能的挑战 也希望你在未来的 生活当中 能够凭借你的精神 去完成更多的 不可能的挑战 对于你能否进入 我们今天的荣誉殿堂 我的回答是 能 能 有请让不可能 变为可能的挑战者 吴美玲 进入荣誉殿堂 为你加油 他挑战了世界的纪录 证明中国人的大胖 是世界上最强的大胖 他是非常非常值得倾佩的 海天好友 一招定先 本节目由加一点 就好鲜好鲜的海天好友 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海尔智慧家庭 赞助播出 海尔智慧家庭 挑战不可能 加的新可能 本节目由极力汽车 博瑞博越 特别支持 大美中国车 为中国加油 接下来 这个挑战项目 关乎到我们平时 听到过的一个理论 生物模仿理论 说的是 当两个人在一起 生活的时间久了之后 由于相互之间的熟悉 从一开始的 语言上的相互模仿 思维方式上的相互模仿 于是这两个人 就会长得越来越像 越来越像 到最后很多人就会说 他们有了夫妻像 那么今天 我们就通过一个挑战项目 来验证一下 在人和人相处的背后 是不是确实 有那么一些规律 可以被我们掌握 可以被我们学习和应用 甚至可以用来帮助我们 去获得更加美好 而幸福的生活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 有请我们今天的挑战者出场 你好 你好你好 欢迎来到挑战不可能 主持人好 各位评委好 现场的观众大家好 我叫吴岳波 我是一名心理医生 今天这个挑战 我们如何进行呢 今天这个挑战的项目 就是有关于夫妻之间 如何更好相处的 我的挑战当中 我不会去看到丈夫的相貌 也不会听到她的声音 而我只是通过一些 简单的提问 以及心理的分析 从而精准地 能够判断出夫妻傲冷 挑战规则录下 我们从全国 征集了50对金婚夫妻 在随机从中 挑选了15对 在现场 15位爷爷跟15位奶奶 分别处于两个独立空间内 评委将首先 从15位爷爷中 选出三位 挑战者在看不见爷爷 和听不见声音的情况下 了解三位爷爷 回答的五道相同问题 随后 15位奶奶将在现场进行插花 挑战者要根据 三位爷爷给出的答案 以及对奶奶们的观察 和简短提问 分析找出三位爷爷的老伴 三对禁婚夫妻中 成功找出两对 即为挑战成功 挑战者 只有一次挑战机会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有请挑战者 先到挑战区 稍事等候 我们给您戴上耳机和眼罩 暂时先把您 和现场的信息隔绝开来 好 我们的挑战者 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们现在可以在现场 完成我们的选人 和出题的工作了 我们想了一下 三个评委当中 最适合完成这个工作的 应该就是李博士 李博士 应该懂 所以我们决定 由一个爷爷去选三个爷爷 一爷选三爷 好吧 您选那种尽量能混淆它的 难度大的 因为他们年龄都是很相近 所以我不愿意选到 一个住在云南 一个住在山东 一个住在海南 生活习俗就会有点区别 对挑战者来说它就容易多了 我选择他们生活习俗很接近 增加了难度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 董卿评委 请您帮助我们在触控评前面 从题库当中随机挑选 两道选择题 三道排序题 好 谢谢董卿评委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挑战助理 为我们的挑战者 摘下耳机和眼罩 那接下来我们的三位 爷爷已经在答题区 做好准备 您现在可以到答题区 去看他们的答题情况 评委随机选出的五道问题 三位爷爷在独立空间 通过答题系统进行回答 看不到爷爷的长相 也听不到爷爷的声音 仅仅凭借五道题目的答案 就要找出每位爷爷对应的老伴 吴岳波能挑战成功吗 您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准备了 好 我宣布挑战 开始 爷爷您好 我是心理医生吴岳波 有五道题目 希望问一下三位爷爷 接下来我们第一题 用一种动物来代表您的老伴 A 猴子 B 老虎 C 兔子 D 变色龙 请作答 哪个答案回家以后都很危险 爷爷们不要随便答呀 有陷阱 有陷阱 这里面 第一位爷爷的答案是 A 猴子 第二位爷爷的答案是 A 猴子 第三位爷爷的答案是 C 兔子 好 没人敢选老虎 第二题 用一种天气来描述您老伴的情绪 您还得加个选项 地震 还笑 三位爷爷选择的答案是一致的 都是晴天 这是晴天 这也是一种答法 要给他更少的信息 第三题 如果您拥有自己的一栋房子 您老伴最喜欢它建在 草原 海边 森林 市中心 请作答 这一看就知道哪个爷爷是三亚来的 哪个爷爷是内蒙古的 都喜欢做的海边 第四题 如果您和老伴要一起去看一部电影 请按您老伴喜好顺序进行排列 很少女人喜欢看战争片 对 一般都是爱情片 喜剧片 古装片 第一位爷爷选择的是爱情片 喜剧片 古装片 战争片 第二位爷爷选择的是战争片 有奶奶喜欢看战争片 战争片放第一 我觉得第二位爷爷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排列的 不是按照老伴的喜好排列 爷爷们要审题 要审题 第三位爷爷选择的是喜剧片 爱情片 古装片 战争片 第五题 如果让您老伴来参与主演一部影片 按最喜欢顺序排列以下影片 《喉咙梦》 《西游记》 《水浒传》 《三国演义》 老伴演《水浒传》演谁呢 《108将》里边 双二两 《西游记》演谁呢 《西游记》可以演女儿国的国王啊 王母娘娘 《三国演义》里面可以演 就《水浒》不好演 主持人 我已提问完毕 我需要十分钟的分析时间 好的 那请您根据答案开始分析 二号爷爷和三号爷爷 他们选择的答案非常相近 都是晴天 都喜欢坐在海店 《喉咙梦》 《西游记》 《水浒传》 《三国演义》 最困难的就是爷爷们做的答案 是不是真的符合奶奶的性格特点 因为我所有判断的依据 都是来自于爷爷给我的题目 这是唯一判断的依据 要给他更少的信息 这也是一种打法 三位爷爷选择的答案是一致的 五道题都非常相继 一方面 感觉根本就不可能 我的压力非常大 主持人 我已分析完毕 把握大吗 我的内心是非常纠结的 其实刚才我看了一下 在给我的这个挑战流程里面 有一项特别说明 说是如果这五道题 爷爷们重复答案率比较高的话 其实您是可以申请在 可以吗 追加题目 可以吗 是可以的呀 有这个规则您不知道吗 因为这个曲同性比较大 但是要三位评委同意的话 因为有两位爷爷 他们选择的答案非常相近 五道题都非常相近 对 我可以再增加一道题目 我可以再增加一道题目 谢谢 谢谢 如果您和老伴一起在外面玩 到了吃午餐的时间 按最有可能的顺序 排列下面的选择 A 西餐 B 海鲜 C 火锅 D 快餐 好 这是一个选中午饭 吃什么 很有生活气息 而且是出去玩 对 就限定了您不能在家坐 只能在外面吃餐馆 对 主持人 一号爷爷的答案是 快餐 西餐 海鲜 火锅 好的 谢谢 这个有点意思 我大概也是这样 真的吗 第二是西餐 因为您在国外生活 要是我爸妈 绝对不会选西餐的 二号爷爷感觉像是通过价格来排训 终于有一个土豪爷爷出现了 西餐海鲜 快餐火锅 心理学讲究的是统计学 不可能有像我们医学一样 你抽一个学 就可以测试出你的白细胞是多少 不可能那么精准 所以对于这个挑战呢 对我是有压力的 我挑的三个 他的个性差不多的 就从他们的答案来看 我们就知道 他们三个人的答案如何 接近 主持人 我已分析完毕 好 来 还是请您回到我们场中 与此同时我们也掌声感谢 我们一直在封闭区域的三位爷爷 谢谢 你们三位辛苦了 您已经通过刚才的分析 大概心理对三个奶奶 做了一个心理画像 对 我已经基本上勾画出了 奶奶的一些性格的特点 好的 好的 那接下来 我们却要有请 今天挑战当中 我们另外一半 非常重要的挑战的参与者 我们15位 如花似玉的奶奶们 有请她们出场 天哪 好棒 好棒 欢迎15位奶奶们 欢迎你们 真好 果然出来的都是精神抖擞 阳光灿烂的感觉 所以刚才我现在三个爷爷答晴天 是有道理 接下来 接下来就要请15位奶奶在现场 根据您自己的喜好 您可以来完成一个插花的工作 这个过程中 挑战者可能会过来问您几个问题 接下来挑战继续进行 奶奶们可以开始插花了 仅凭三位爷爷几道问题的答案 吴医生就要分析出 对应奶奶的性格特征 再通过现场观察 奶奶们插花的过程 以及与奶奶简短的交流 就要从中找出 三位爷爷对应的老伴 这对于常人来说 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吴医生能找出正确的奶奶 挑战成功吗 第一位爷爷选择的是猴子 秦天 细游记 第一位爷爷选择的是细游记 那就说明这个人是非常活泼 可爱 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幽默的奶奶 第一位爷爷选择的是战争片 很少女人喜欢看战争片 对 三号爷爷的答案是西餐 海鲜 终于有一个土豪爷爷出现了 一个喜欢吃西餐的人 可能会比较多地擦一些百合 懂浪漫 我发现我们的挑战者 现在还只是在观察阶段 还没有开始问问题 他可能先要确定几个重点 他的关注对象 然后再问他们 通过观察奶奶的擦花行为 我基本上已经锁定了几位奶奶 可能二号奶奶 他是一个比较得体 比较端庄 注重细节 追求完美的人 奶奶你好 你好 如果要送一句话送给您的老伴 您会送他什么呢 希望他保持永远年轻的心态 哇 永远年轻的心态 谢谢谢谢 奶奶你好 如果现在要给年轻的夫妻们 送一句话 你会送什么 年轻人互敬互爱吧 互相包拢 互相理解 互相沟通 互相学习 互相进步 教育好下一代 第一位爷爷选择的是西游记 那就说明这个人是非常活泼 可爱 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幽默的 奶奶你好 想问一下 用兔子猎人狗造一个锯子 您会怎么造 猎人带上了狗 出外去打猎 碰见一个兔子在玩耍 小狗就要铺上去 猎人就把他给拦住了 可爱的兔子 逃过一劫 谢谢 如果用兔子猎人狗造一个锯子呢 我不是猎人 我也不会带着小狗 去追一个那么可爱的小白兔 因为我爱他们 所以我也会保护他们 谢谢 谢谢 一个喜欢吃西餐的人 可能会比较多地插一些百合 懂浪漫 如果要送一句话送给您的老伴 您会送哪一句 我就希望老伴健健康康 因为只有健康 才能去干一切事业 因为我也特别希望他每天 高高兴兴 快快乐乐 好 谢谢 谢谢各位奶奶 在我和奶奶的对话的过程中 首先我会看他们 通过一些像面部的表情 来进行一定的最初的判断 第一眼我大致就可以判断出 他的主要的能格可能是什么 我也通过眼神可以来判断 来区分出他的性格 所以我刚才问奶奶的时候 我听到的其实不是他说的内容 而是他说话的方式 所以非语言的信息 是我主要的判断的依据 我们平常在行政方面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从他做的姿势 眼睛 脸的微表情 总和起来 能够大概推测到 但是不是绝对可靠 调料者可以根据 您 您 您什么意思 您已经有答案了吗 第一个比较确论 第一位爷爷选择的是西游记 那就说明这个人是非常活泼 可爱 并且他话会比较多 我希望他们能够快乐地生活 互相理解 互相沟通 互相学习 互相进步 第一个比较确认 这么自信 用的是确认 在第一个选择 对我而言我是非常自信的 挑战规则是在三对夫妻当中 您能够准确地判断出 其中两对就算挑战成功 所以如果您要觉得 有一对已经确认了 那离成功就不远了 二号爷爷和三号爷爷 选择的答案太相似了 都是晴天 都喜欢坐在喊店 《猴龙梦》 《西游记》 《水浒传》 《三国演义》 这种相似的答案 使我没有办法判断 那么给我的一些重要的信息 在于二号奶奶 她选择的是战争片 三号奶奶 她选择的是西餐 所以这两个重要信息 可能是我判断的依据所在 好 她现在选择的是 三号爷爷的老伴 三号爷爷选择的答案当中 关于《兔子》《晴天》《喜剧片》《红楼梦》 她可以反映出 三号奶奶是一个特别活泼开朗 以快乐为中心的人 但是15位奶奶当中 有三四位奶奶都有这些特点 我有点难以区分 唯一能够得到的线索 就是西餐 西餐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 一个喜欢吃西餐的人 可能会比较多地擦一些百合 心理学的分析 主要就是排除法 没有所谓的精准 二号的《目标奶奶》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是所谓的战争片 第二位爷爷选择的是战争片 很少女人喜欢看战争片 那什么样的人 她特别喜欢看战争片呢 这种人应该来说 她的思维是非常灵活的 是非常精明的 好 三个号码 挑战者目前已经放好了 但是没关系 您还有思考的时间 现在距离挑战结束 还有14分钟 我再确认一下 虽然我们挑战的规则 是三中二 可是我不能错 因为这些爷爷奶奶们 他们用50年的婚姻 向我们证明了幸福婚姻的密码和真谛 如果在台上一旦错了之后 现场是真的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的压力非常大 主持人 我已确认完毕 那接下来我们准备开始进入我们的最终验证环节 我们把15位英俊潇洒的爷爷请到场上 爷爷们 按照您老伴坐的位置 对 您就坐在您老伴身边 果然是帅啊 而且是精神绝朔 精神绝朔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验证环节 我们有请三队老人家来到台上 一号 二号 三号都已经根据号码站定了 接下来就将是挑战者 同时也是我们所有观众最期待的时刻 到底挑战是否正确 我们首先从一号台开始 有请站在一号台后面的爷爷 揭开您胸口的这个号码牌的 对 我们看看到底是不是 第一位爷爷选择的是细游记 那就说明这个人是非常活泼 可爱 并且他话会比较多 如果用兔子猎伦狗造一个句子呢 我不是猎人 我也不会带着小狗 去追一个那么可爱的小白兔 因为我爱他们 所以我也会保护他们 这个难度相当大 我个人认为今天是找不出来 我不相信 心理学的分析主要就是排除法 没有所谓的精准 第一队确认成功了 百分之五十了 再成功一对 挑战就彻底成功了 接下来我们有请二号台后面的爷爷 也有请挑战助理 先露一个脚 来来来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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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位爷爷选择的是战争篇 可能二号奶奶 她是一个比较得体 比较端庄 注重细节 追求完美的 这还有可能是三 对吧 你这么看有可能是三 八 八 胜去 胜去 挑战成功 看看今天能不能创造个奇迹 就三对我们全部判断正确 好不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三号爷爷 您是不是真的刚才答题的三号爷爷呢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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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号爷爷的答案是西餐 一个喜欢吃西餐的人 可能会比较多地插一些百合 懂浪漫 如果要送一句话送给您的老伴 您会送哪一句 我就希望老伴健健康康 因为只有健康 才能去干一切事业 我虽然挑战成功了 但不代表着 我完成了最后的挑战 对我而言 必须得三个都要权重啊 不会是八了 不会是八了 战绩 好厉害 太棒了 在完全没有见面的情况下 甚至连三个爷爷的声音说话都没听到的情况下 仅仅通过答题选到了三位奶奶 而且完全正确 再次掌声 祝贺我们的挑战者 祝贺 刚才我们有几道题目都挺好奇的 是哪位爷爷说老伴最爱看的是战争片来着 对 二号嘛 二号 这是真的吗 真的 因为我的职业的问题 我是审计署的 专门喜欢看权力片 争破片 战争片 还有一个老伴说 如果在午餐时间必须首先吃西餐 您这生活质量 西餐是我们全家最喜欢吃的在一起 我两个女儿非常喜欢吃西餐 我们就吃西餐 你们就跟着一块 另外我是河北苍州人 我喜欢吃海鲜 所以我排在第二 您看爷爷 您这还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的 您基本上没考虑老伴的需求 没有 相同 您说说您 因为我觉得在西餐在家不会做 所以只能到餐馆吃 这样就更好 这个答案 对 一般谁在家会做西餐 对 今儿在外边吃 咱就吃点平时吃不着的 对 所以你看奶奶的想法 虽然可能和爷爷的这个理由不一样 但最后答案 是完全一样 那两个奶奶是喜欢吃快餐的呢 我们喜欢吃快餐 因为出去玩 我们赶快吃完饭就回家了 对了 而且快餐比较省钱 还有刚才唯一的有一个爷爷 是选了用动物来形容老伴的时候 是三号爷爷选了兔子是吗 为啥是兔子呀 大家知道这个木兰茨里 叫刺兔亚米里 她比较蔫儿 比较老实 她喜欢休息 喜欢休息 我想看一下三号奶奶的插花好吗 吴医生 你的判断是从哪里来的 三号奶奶呢 她选择的花当中有百合 所以她对爱情是充满着向往的 一个喜欢吃西餐的人 可能会比较多地插一些百合 懂浪漫 享受激情 所以她们生活当中 我的感觉是 应该充满着很多激情 有吗 三号爷爷 你们俩生活充满激情吗 还可以吧 您二位说说 就到了结婚五十年了 怎么样还能使夫妻之间有激情 我们两个是从1954年高中同班同学 所以激情也有 平淡也有 和气也有 团团结结的一辈子 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们是六四年结的婚 因为我是六一年毕业 她六二年毕业 我六一年毕业 第一批大学生 面向农村 我就到农村去了 教了一辈子中学数学 然后六四年结的婚 七四年才调到一起 这样的 那十年都是两地分居 这十年就是一直这样 您当时在哪 我在河北宝丁地区有个离县 而且不在县城 离县城大概三十六七里地的一个农村 那时候爷爷在哪 我毕业分配 分配到北京邮电大学 教书 十年 是啊 那个年代过来的 真的是要经历很多的风风雨雨 从北京到宝丁 是夜里十一点坐火车 第二天早晨七点钟 背入包解放牌的大汽车 然后下来以后 再还有三十里路 有时候坐二灯 就是自行车的后头 有时候就背着包走过去 您大概那时候多久去看望 妻子一趟 就是憨假输假 那平时见不着 是会写信吗 就是写信 当时主要写信 那奶奶记忆当中 有哪封信 给您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吗 有一次他看电影 看了忠诚 然后他给我买了一个项链 他就说我们应该忠诚一辈子 这是给我印象最深的 他们这一代人的婚姻 真的是经历了历史的考验 包括两个人情感的考验 风风雨雨 所以这样吧 三对爷爷奶奶 给我们年轻人支支招 怎么才能拥有 像你们这些十五对 惊婚的爷爷奶奶这样 几十年甜蜜的 美好的感情生活 在生活当中 必须要互敬互爱 互相理解 互相包容 绝不纠错 如果说你老是去 注意对方的对与错 那你就走不了五十年 走不到最后 说得好 虽然说可能性格不一样 而且职业背景不一样 长期的大家的这种 最后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有一点都是一样的 互相的尊重 互相的包容 互相的理解 互相的体谅 到了这个时候 这两棵树 经过了五十年的生长 那已经再也分不开了 感谢我们这十五对 惊婚的爷爷奶奶们 给我们带来了 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挑战项目 祝愿我们这十五对 爷爷奶奶们健康长寿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那这样 挑战已经成功了 我在荣誉殿堂等着您 祝你好运 谢谢 谢谢 谢谢爷爷奶奶们 我特别感动的是 我们有那么多的 惊婚的爷爷奶奶 来到我们的现场 其实我们经常说 这是世间 没有绝对的完美存在的 所有的所谓完美的婚姻 也都要打上引号 因为完美的背后 是很多的不完美 但是它的宝贵之处 就是在于我们可以接受不完美 我们可以去克服彼此的差异 我们甚至愿意为了对方 去改变自己的弱点 然后我们可以长久一辈子 这真的是值得我们年轻人 学习的地方 再次向各位爷爷奶奶的到来 表达我们的感谢 也希望你们能够幸福 直到永远 谢谢你们 刚才我们看你的表现非常好 至于你能不能进入荣誉殿堂 我的答案是 男子能 能 谢谢 有请让不可能变为可能的挑战者 吴岳波进入荣誉殿堂 懂才是爱的前提 如果我们真正的彼此之间 相互懂得 相互的理解 那所有的问题都不会是问题 就像我们在场的 今婚的爷爷奶奶们 正是因为他们的懂得 才有了婚姻幸福的秘诀 懂才是爱的前提 挑战成就未来 本节目由为祖国下一代 喝上好奶粉的君乐宝奶粉 特别呈现 本节目由海尔智慧家庭赞助播出 海尔智慧家庭挑战不可能 加的新可能 怕油怕糖怕汁 请喝蒂波尔 本节目由特别支持茶饮 蒂波尔赞助播出 接下来的挑战者 有中华第一期的美誉 在很多的场合 他们都代表着国家形象 他们究竟是谁呢 我们一起到挑战现场 看一下 刚刚小萨说的中华第一期 就是国宾护卫队 现在我正在前往 我们将他们今天的挑战场地 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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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宾护卫队 站着 全体队员 放 快点 放 在我身边就是我们吴京北京总队 直勤第七支队里滨大队长高峰队长 高峰队长欢迎您 您好 您好 在我们的挑战开始之前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国宾护卫队 好的 国宾护卫队主要担负来国访问的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等政要在行驶途中的礼宾警卫任务 这是我国给予到访外宾的最高礼遇之一 也是外宾踏上中国的第一道礼遇 既是给来访的外宾以最好的护卫和礼遇 同时也为我们国家的外交发展 助力加油 是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 今天参加挑战的国宾护卫队队 好吗 好的 来 这是我们国宾护卫队的王磊队长 王磊队长您好 主持人好 您好 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参加挑战的队员们 好的 今天我们共有十一名队员参加到今天的挑战 十一车也是我们平时护卫任务中最常用的护卫规格 在护卫任务中队形是保证外宾安全的基础 监距又是保证队形整齐的核心 平时训练中这也是我们比较难的一个环节 今天我们的挑战项目就跟精准监距有关 接下来我来说一下今天我们的挑战规则 国兵护卫队队员要分别经过1.5米和2.5米的两关不同间距的极致考验 在每一关考验中 十一名队员以间距校正点指定间距行驶 经过若干干扰向后 必须保持队形按指定间距通过激光间距验证点 两关全部通过则为挑战同工 若有任何一名队员在中途掉落独木桥 触碰障碍物或者未通过间距测距 均为挑战失败 王队长 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起给你们加油 希望你们挑战成功 下面请主持人随我到终点的高台去见证这次挑战 好 加油各位 夹�리 你们准备好了吗 卢先生 我们准备好了 我宣布술 挑战开始 迪本 迪本 他们先通过的 这是第一个我们的间距校正点 没错 我们现在的队员已经等一次队形出发了 通过校正点马上变成了我们的护卫队形 就像一个箭头一样 对 护卫队形要通过我们的独木桥 第一关的独木桥 桥面宽只有20厘米 而车轮的宽度就有18厘米 要在保持队形的情况下 通过独木桥 是对国兵护卫队队队员们 驾驶技术的极大考验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掉入桥下挑战失败 好 现在就上独木桥了 这个独木桥一下把他们间距全打乱了 驾到独木桥 你看他们马上要变回一肢队形 就说他们要回到刚才那个间距 独木桥到验证点只有30米距离 从最后一个队员下桥 到整个队列到达间距验证点 只有7秒钟的时间 这么短的时间内 要靠记忆的感觉 把队列恢复到1.5米的间距 只要有一个队员没有调整到位 前方障碍阻入器将不会收起 GTO战失败 通过这个间距测距点了 看看激光测距能不能通过 好 没问题 过去了 通过第一个间距撤距点之后 要通过转弯 转弯之后 要马上进入第二个间距的 校正点 通过第二个2.5米的间距 校正点之后 护卫队要连续穿过 两个干扰项之后 再恢复队形 通过验证点 翻倍的干扰项目 更长的干扰时间 他们能最终通过验证 挑战成功吗 现在我们进入了第二个干扰项 第二个干扰项跟第一个又不一样了 第二个干扰项是一个 组车帐组成的路障 第二关的钢铁路障布满钢四 而且路障中流出的通道 非常狭窄 护卫队员们要在里面穿行通过 考验的不但是他们精湛的驾驶技术 更是对他们心里的一个极大考验 这路障也很窄 你看我们的路障上还有尖刺 尖刺对我们队员的心理 已经造成了飞打仗的一个压力 但是看大家 这个控制车速控制天气控制得非常好 非常漂亮 我们的队员通过我们的第三个干扰项 直角掉头 最后一个干扰项玻璃直角 是整个挑战中最难的一关 11位队员需要整齐如一地进行直角飘移 转弯通过长度4米的玻璃通道 在转弯过程中 如果队员动作不能一致和精准 碰碎玻璃 碰掉鱼缸 或者游角腹地 都将导致挑战失败 哇 哇 哇 关键这个直角点好像大家一起掉头 而且中间的障碍全都是玻璃 好 现在它们平起 现在应该是保证2.5米的间距 看它能不能正确地顺利通过 一张漂亮 非常成功 一次成功 好 现在又一个极限的神 让大家排成一排 我宣布本次挑战成功 好 见证为这样一次国民护卫队挑战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心超澎湃 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的国民护卫队11名队员即将出发 前往我们的演播室现场 我们一起骑来了 各位 出发 出发 在国民护卫队赶往节目现场的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一起来见证一次 他们执行过的真实的护卫任务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钓鱼台国宾馆 那等一会儿我们的国宾护卫队就将从这里出发 来完成一下护送外国元首的重要任务 我将全程跟随国宾护卫队 见证这次重大的外宾护卫任务 外宾护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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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动作 啊 现在是不是已经出发了 我们看一看 没错 现在已经队员加上车 已经向我们终点首都机场 开进了 现在我们的护卫主名队员 已经列阵出发 我们非常期待他们接下来的表现 我们让全程见证 是 高队长 咱们在训练中 包括挑战过程中 看到他们很多严格的标准 还有很多非常严苛的训练 这些在我们的实际护卫的 这种任务中也会体现吗 没错 这是我们护卫队员 能够完成护卫任务的一个基础 我们正常护卫 在护卫过程当中 队员之间的间距是1.5米 与我们主宾车的间距 是10米到15米之间 在高速行驶的情况下 城区道路训练 要保持60到80公里每小时 我们的高速训练 是80到120公里每小时 在高速的情况下去完成 这个标准和落实 应该说是非常难的 这个间距必须控制的 非常的准确 没错 现在我们车队即将驶入 我们今天护卫的核心路段 就是长安街了 长安街是见证 中国复兴之路的中华第一街 在这条街上 有很多重大的国事活动 比如说我们的阅兵仪式 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今天我们再一次护卫外宾通过天安门 这是我们自己值得骄傲的一部分 来大家看现在我们的护卫车队 正在驶获天安门区域 通过天安门 天安门是新中国从建国到复兴的历史见证 凝聚着全国人民的情感 是我们中华儿女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坐标 对于外宾来说 也是新中国的象征 通过建国门 通过建国门 只是我们这整个路线的前一把 因为它还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转弯 也是对队员的一次讨厌 在盘球过程当中 它是我们摩托车和国宾车队的一个配合 这样的话 我们每个队员在我们盘球过程当中 既要注意利用我们的后视镜标棋 又要找到我们前轮和后轮的标记点 保持对阵标棋 但是不管怎么变化 大家的一个间距是不能变的 对 间距是不能变 我们必须要用高规格高标准的方式 来对待我们国家的外面 接下来更难的就在前方了 因为我们知道前面就是三圆桥区了 到了三圆桥区 有六辆咱们的摩托车要加入我们的阵型 大航叫急车 现在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队形的变化 之前处于后面的两辆车迅速往前提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大V 三圆桥出飞 准备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三圆桥区 另外六位先期到达的我们的火卫队员 已经在严阵以待了 远远的我们看我们的郭斌车 马上就要过来了 马上就要过来了 这时候我们的六辆车要只是一个小的加速 起步 好 现在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队形的变化 六辆车迅速靠近 一边三辆 保持一个非常漂亮的间距 然后护卫在我们的国斌车队的两侧 没错 这次的护卫任务完成得非常好 能说是一气呵成吗 可以 非常完美 也看得出来队员们之间的默契 我相信正是因为他们在训练中一次次的挑战着不可能 才把圆满完成任务变成了可能 是的 这也是我们日常训练的严苛才能达到的标准 我们的原则是 即便是第一次也要达到万无一失 现在我们马上要到达每次护卫任务的起点和终点 首都国际机场 主持人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专机楼 那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第2318次国斌护卫任务即将圆满完成 您看我们国斌护卫队的护卫任务越来越多 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国家全面对外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 我们结交了更多的朋友 我们对外的合作越来越多 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 我宣布此次护卫任务圆满结束 好 太好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此刻你们的耳畔是否已经听见了我们 国斌护卫队摩托车的轰鸣声 让我们掌声有请 国斌护卫队入场 国斌护卫任务 国斌护卫任务 谢谢 谢谢我们现场热情的观众 谢谢大家 也再次欢迎国斌护卫队 来到挑战不可能 好 请停车 好 请停车 太帅了 这应该是挑战不可能有史以来最帅的其中一次日常 就是他们的到来 一下子使我们的规格高了很多 您好 刚才已经认识您了 您是队长 是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国斌护卫队队长王磊 29岁 共圆满完成了296场次国斌护卫任务 我叫张壮健 19岁 共完成27场次护卫任务 19岁 我叫王帅君 21岁 共完成7场次护卫任务 我叫邵廷明 25岁 共圆满完成94场次护卫任务 我叫陈真 26岁 共圆满完成102场次护卫任务 我叫张安庆 22岁 共圆满完成88场次护卫任务 我叫姚鹏 24岁 共圆满完成161场次护卫任务 我叫杨烨森 20岁 共圆满完成14场次护卫任务 我叫王鹏宇 23岁 共圆满完成57场次护卫任务 我叫何取黎 20岁 共圆满完成28场次护卫任务 我叫陈希瑞 20岁 共圆满完成 共圆满完成 73场次护卫任务 好年轻的一支队伍 对啊 队长能告诉我们 你们这支队伍的平均年龄大概是多少吗 我们这支部队的平均年龄在22岁 这么年轻啊 是我的一半 国民护卫队挑选队员 不看年龄 只看能力 我们国民护卫队队员当中 平均的身高要在1米85以上 您刚说不看年龄的时候 还以为小萨有机会呢 对啊 突然一说到身高上面 基本上是1米82到1米89之间 182到189 你也没戏了 那我已经没戏了 太好了 还有人跟我一样没戏了 我注意到 你们所有的队员都戴着手套 是执行任务是始终 要戴着手套的对吗 训练的时候也戴手套吗 只要训练 一上车以后 我们就要戴上手套 那你们这手套 可能用的也挺狠的吧 在我们平时训练当中 基本上平均一周的时间 每个队员就要磨坏一双手套 一周就要磨坏一双手套 我刚才看到这个后面的照片上 包括这个战士的手套 你看手心部分全部磨穿了 为什么会破损得这么严重 对啊 在我们想象中骑摩托车 大老师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车 你感受一下这个车的重量 你抱起来 你抱起来 我大概把它推到一个平衡状态 我试一下 多少斤 我们的护卫车是500多斤 因为在平时训练中 孙杨你来 我跟你讲真的你靠近这个车 你才知道这个车有多大 你来感受一下 你来感受一下 这个重量 是吧 挺沉的 挺沉的 我看孙杨挺轻松的 这辆车呢有500多斤 如果说上肢力量达不到 对驾驶它来说是达不到 驾轻就熟的本领 所以说同时的训练中 练了一些场地科目 像倒车摔车 其实都是家常便饭 也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每次发了一双崭新的手套 就这样训练一周以后 基本上就都磨破了 我们游泳运动员的手臂和上肢力量 都是远超于常人的 但是在我刚才尝试着推他们的 这个护卫车的时候 我还是使出非常非常大的力气 应该说还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在这个背后 的训练应该是付出了成千上万次 汗水才能达到我们今天看到的 操作如此顺畅自如 刚才我们看到其实整个队伍里面 有一些也是比较年轻的队员 在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 那个心情是不是特别的激动 2016年5月3号 我担负的第一场护卫任务 当时是特别兴奋和紧张 任务前一遍遍回顾护卫技能 一遍遍的晕烫礼服 查试马靴 这个生怕有一点点的失误 而影响任务的圆满完成 可以说洗车比洗脸还认真 日期记得非常清楚 2016年5月3号 那是他第一次 对 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掉了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特殊的任务 2015年9月3日 我们国兵护卫队45名队员 护卫着抗战老兵 之前模范和英烈子女 第一个通过了天安门广场 接受了习主席的检阅 我们护卫的是抗战老兵 他们是我们中国的国家脊梁和民族精神 能够护卫他们 我们作为新一代的年轻的军人 我们感到很光荣 另外 这次任务也是我们国兵护卫队 首次护卫我们国内的人 我们国家也就是想通过这种 最高规格的礼仪待遇 让我们这些前辈们 一学奋战的老军人们 感到国家对他们的尊重和崇敬 同时呢 姿势武车的队型 也是我们国兵护卫队历史上 最高的护卫规格 的确 那个时候其实全世界 都在看着我们中国的国兵护卫队的风采 我很好奇 你们的家人是不是也会非常关注 你们每次执行任务的过程 对 每次呢 家人都会很关心很关注我们 平时呢也是在电视里看到 但是呢我们都戴着头盔 只知道我们在里面 但也不知道哪一个是谁 大家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可能很少能够看到你们 现在的这个样子 对吗 所以今天挑战不可能 节目组也很有心 特地把我们11位 队员的父母也邀请到了现场 我们在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 为大家带来了一次新春的聚会 有请各位 好 谢谢 请看 对 站到你们各自家人的身边吧 这是一次特别的新春团聚 我看到很多战士 在听到家人的脚步声的时候 眼泪就已经出来了 应该也是很多战士们和家人 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吧 队长 对 像我们的甩军 自从他入伍来了以后 还没有回过家 从入伍到现在你没回过家呢 没有 多久了 快两年了 爸妈是不是挺想念的 是挺想孩子的 想成啥样 想的时候看看照片 那您平时也看电视吧 比如他们如果执行任务 外国元首访命就刚开始的时候吧 我就很喜欢看着孩子 有的那个 我不是家里边朋友多呀 有时候陪我一块看电视 他们就问我 这是哪个是你的儿子啊 我说一样的服装 一样的头盔 我确实也分不出来 但是呢 我看着脚尖的身影啊 我心里都非常激动 非常高兴 我感觉这都是我的儿子 旁边的爸爸妈妈们说我们也这么感觉 对 好像除了爸妈之外 我看到那是晨真 好像你身边那是你妹妹还是你媳妇啊 我媳妇 我还以为今天来的都是家长 所以她是最甜蜜的一个你知道吗 那笑容都已经掩饰不住了 来 我们请这个媳妇也说几句吧 你多久能见一面 一年见一次吧 那想念的时候怎么办 想念的时候就看一下照片呀 能像很多年轻人想念的时候就视频一下啊 或者什么 一个星期可以聊一次 但如果他们要是有执行任务保密阶段就不行了 是吧 对 完全联系不上 你们俩结婚多久了 我们是2018年5月3号结的 幸亏 陈真给自己的这个摩托车起了名字 我给我的车起的名字叫小白马 因为我们的车辆是大体是白色的嘛 然后又加了一个特殊的意义吧 因为我媳妇姓马 所以说叫了小白马 因为在训练或者在执行任务在部队的时候 也不能经常在一块 我的车就像我的妻子一样能够陪在身边 我看到每一位爸妈都是带着礼物来的 都带了些什么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这次给我阿姨带来了呼吸 因为我阿姨在这当兵有七年了 我又七年没来部队一下 因为我晕车晕得很厉害 所以讲就没来 借这次机会呢 我就给我阿姨带个呼吸 因为这边天气冷嘛 我就叫他把穿上这呼吸 保暖好一些 那您这次是怎么来的呀 坐车来的 那您这次也是一路晕过来的 是的 阿姨带 平时如果孩子回家 那爸妈肯定是要烧一桌的好吃的 好好的让他们放松一下 今天呢 爸爸妈妈们集体商量 给孩子们包了一顿饺子 对 爸爸妈妈一块 对 你看你看 我们今天给孩子们特意包了饺子 节目录制完 我们陪他们一起吃上热气腾腾的饺子 吃完之后 他们安心地回部队 我们也就安心地回家了 祝孩子平安幸福 我想这顿饺子里面包进了每一位家长 对孩子最深切的爱和期待 所有的年轻人也用他们的行动 在向家长们表达着他们的决心 所以我想这些孩子们是值得家长们骄傲的 我想今天应该是一个特别的挑战项目 也是一群特殊的挑战者 我想对于这些代表着国家形象 每一次在执行这种外事任务的时候 向世界展示中国风采的热血男儿 我相信他们的荣誉殿堂 在飘扬着五星红旗的每一寸土地上 所以今天在这里 就让我们所有的观众 让我们一起起立 用我们的掌声 送他们进入这样一个特别的荣誉殿堂 部队都有 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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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和我都是年纪相仿的人 来去匆匆 在经过我们的挑战之后 和他们的家人短暂相聚 又继续奔赴了军营 看到这一幕 我的内心是非常感触的 让世界看到最好的中国形象 是他们的青春梦想 同为追梦人 青春无悔 我为他们骄傲 自豪 海天蚝油一招定先 本节目又加一点 就好鲜好鲜的海天蚝油 独家冠军公主 本节目由吉利汽车 博瑞博越特别支持 大美中国车为中国加油 怕油怕糖怕吃 请喝蒂布尔 本节目由特别支持茶饮 蒂布尔赞助播出 这次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